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小男孩在圣诞夜搭上神秘火车去到一个装满礼物的地方的故事 动画电影极地特快 男主开始步入青春期,他开始喜欢魔幻的刺激的东西 不再那么相信圣诞节和圣诞老人这样的传说 因为每年的期待都会落空,所以在他看来童真不重要 但到了圣诞节这天,他还是在隐隐期待 晚上他正准备入睡,睡着睡着,听到一声奇怪的响声 不一会儿,屋子就震动起来 男主走出房子一看,一辆火车竟然停在门前 猎车员问他,要上车吗? 男主问去哪儿?猎车员回答,去北极 并拿出画像确认他的身份 男主跟着猎车员上了车 上车一看,还有很多跟他差不多大的小孩坐在车上 小黄和小红跟他搭话介绍了自己 就在这时,猎车员来捡票 奇怪的是,男主明明没有票 却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火车票 有这张票的人才有资格上吉利特快 否则就会被丢下车 小宗就因为没有车票被赶了下车 幸好猎车员并不是很冷酷 让他坐在另一个车厢和猎车一同前行 而小红的票被男主阴差阳错弄丢了 所以小红也被带到了另一个车厢 男主想把自己的票给小红 可是规定不允许 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小红的票 男主追着票爬上了猎车顶 在那里遇见一个大叔 大叔经历了成人世界的各种虚伪和黑暗 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传说 一切相信眼见为实 大叔背着男主去到火车头 男主在那里发现小红竟然在开车 可是小红完全不懂驾驶技术 差一点让火车翻车 男主费尽力气让车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火车前方出现了迷路群 挡住了火车的去路 好不容易赶开路群开始上路 却发现他们的火车完全捡不下速来 行到冰面时 火车拖轨差一点掉进河里 好在一切有惊无险 男主找回的票交给了列车员检票 很快他们就达到目的地 进入了北极 精灵们都聚集在集市中心 圣诞老人会在那里选一个孩子送出礼物 这时,没有票的小宗开始打退糖果 他死鸭子嘴硬说 自己并不相信圣诞节 所以并不想去集市 男主和小红就劝他 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呀 圣诞节那么好玩 巴拉巴拉巴拉 就在这时,他们发现车厢竟然和列车脱轨了 几人跑出车厢却发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一路跑到一个中转站 看到精灵在那里包装礼物 他们跟踪精灵坐上传送车 来到一个装满礼物的地方 小宗在那里看到了自己许愿想要的礼物 几个人追着礼物又掉进了一个礼物堆 还在那里发现了小黄 几个人和礼物一起被送到市集中心的圣诞树 但很快就被小精灵发现 被迫从礼物带出来 就在这时,圣诞老人出现了 男主捡到一个圣诞老人的铃铛 一抬头,圣诞老人就来到了他面前 男主终于相信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 而圣诞老人也选他为送礼物的人选 男主向圣诞老人要了他的铃铛做礼物 之后,圣诞老人驾着 载满礼物的路车飞上了天空 可是男主在返回的车上 却发现自己的衣服破了一个洞 圣诞老人送给他的铃铛也不见了 男主十分伤心 你说好不容易来一趟 啥也没捞着,谁开心呢 很快,列车就把小朋友们送回了家 圣诞老人的礼物也全部到达 男主回家一看 自己却什么礼物也没有 因为他之前根本没给圣诞老人写信要礼物 于是,男主心生失落睡了过去 第二天他收到了圣诞老人的礼物 原来他那颗铃铛掉在了圣诞老人的雪橇上 这部电影看起来是部儿童电影 但同时适合给忘记童贞的大人们看 愿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依然相信美好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